娃娃鱼噴进去 先给你冲点走 大家好 我是山村师叔 晚上面来一条人归眼值的娃娃鱼 今天咱们做个贵族风味的豆豉火锅鱼 又辣又过瘾的那种 开钩 把娃娃鱼生成的粘膜给刮掉 处理好的娃娃鱼洗干净了 鱼背上给鱼改刀 排点葱姜 排点葱姜 胡椒粉 料酒 抓住村间汁 把娃娃鱼盐一下 好嘞 煮点辣椒 一回咱们做个刺巴辣椒 辣椒 辣椒 煮好的辣椒 煮好的辣椒 刀碎 切点葱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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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沟姜 准备点五花肉 切花冬大年 菜籽油多多的放 五花肉先下进去点出油脂 豆汁氛围的火锅 要想好吃点重花肉的油脂 那是关键 点成这个样子 下上芝麻辣椒 豆汁火锅 我来点豆豉 咸酸下上也给爆香了 我来点西葳事 这是豆豉火锅的关键 把西葳事的汁都炒出来 看看这煎就出来了 再来上一大碗豆豉辣酱 这味道就更浓郁了 西连山串就补出了 加上点头盐 颜值的料炸去掉 麻烦就盖进去 这味道好香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蒙一回子 火正万事了 鱼冻的差不多了 跟菜下上 盖上盖子 把菜蒙熟就好了 鱼冻的 鱼冻好了 撒上酸苗 来来来 豆豉娃娃鱼火锅 整一块 斗豉娃娃鱼 切身两个 你倒不吃了 就是啊 这不是筋筋的哦 嗯 嗯 这不是吃起来 慢慢的教养当 嗯 好吃 哇 筋筋 嗯 哇 第一次吃完吧 没想到这么强 你吃过啊 这么好吃啊 哇 这真香 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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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来个腿子 哎呀 吃了那么多鱼 你吃过鱼腿没有 嗯 没有 今天吃这鱼腿是腿糟啊 哈哈 没想到这个东西吃起来肉嫩皮筋啊 嗯 嗯 筋筋的 嗯 这也是头次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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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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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焦价 这菜的味道 今天这火把味道特别的好 这是一种贵州的风味 他们那边吃起的这么强 你看这皮 吃起来 哦呀 这皮 金鸡酒的 你看 这上面是蒸蒸的满满的蛋白 就是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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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都吃了个爽 嗯 吃了好多鸡蛋白啊 嗯 嗯 嗯 喝口点汤 嗯 我也来口汤 哎呀 好喝的哈 来来来来 哎呀 好嘛 好啊 这团相比调啊 相比调啊 相比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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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